钱总,听说你最近开了个新厂子,你那还没食堂呢吧? 老陈啊,你原来不是搞专修的吗?怎么又想搞饮食了? 钱总,您误会了,是我的好兄弟阿正,他是做饮食的。 但是最近生意惨淡,干不下去了,心里一屁股战。 所以我想钱总开在我的份上帮帮他。 行,那我新厂子的饭堂就包给你了。 谢谢钱总。 钱总。 阿正,这不太久没见您了吗?特意大病好久来看看您。 咱俩不搞这些,你是老陈介绍过来的,就是这家兄弟。 有话直说吧。 那我就直说了,我最近搞了一家装饰公司,您以后装修在我这里干。 我可比老陈那便宜十个点,对你对我,不有好处。 阿正,你这不是明白这个老陈讲饭吃吗? 做生意嘛,不太感情。 你这小子啊,带上你的酒,游多远,给我滚多远。 啊,钱总,为啥啊? 因为你人品太差,含有含规,道有道德。 这个社会上,利用朋友的资源,互利共赢没有关系。 但是,你过河拆桥,抢N人的发板就是触碰行业的底线。 踩着朋友的肩膀上位,你以后会摔得更惨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